嗯 穿著黑色外套 男子一次滿臉通紅 拿起一張椅子 就是往小吃店裡砸 砸了一次還不夠 他轉身彎腰 再撿起另外一張椅子 又再砸上攤位 嘴裡還不停咒罵粗話 所有情況 都被一旁吃宵夜的民眾 給拍了下來 男子就是用這種小吃攤 常見的塑膠椅砸攤 把店裡放海鮮的玻璃蓋 都給砸破 店家估計損失將近3000元 就在這個月21號 凌晨1點多 這名男子和朋友 喝酒後準備回家 途中經過北投這間酒店 他向店家點了一碗海產粥 但老闆準備打烊 也沒有多餘備料 因此玩具男子點餐 沒想到竟然惹得 這名男子不開心 早上是阿公 晚上是大公 他的動作也太狂了 可是我們只能報警了 根本沒辦法 跟他好好的溝通 這間酒店已經在北投地區 開了30多年了 老婆娘說他們相當地 也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而面對打烊客來訪 不同的店家也有不同的做法 有的話就去找給他這樣 你就跟他講說對不起賣完啊 這樣子 那我一定要買到呢 我沒有碰到這種客人 環顧四周 這條街上有許多小吃店 從早到晚都有營業 面對無理取鬧的客人 大部分店家都說 做生意以核為貴 會盡力滿足客人需求 但如果面對這種使用粗暴行為 他們也說 那就只能報警 TVB的新聞陳建民 吳張宏 台北報導